墨西哥湾出现史上最大低阳死亡区 入伊斯安那州海岸每年都会出现低阳地带 但今年的死亡地带疑似是自1985年有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 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已经宣布 今年在墨西哥湾的死亡地带经测量是22729平方公里 大约等于纽泽西州的面积 2002年的死亡地带将近22000平方公里 但过去5年的死亡地带都没有超过15500平方公里 死亡地带是淡河林造成的 它们被农民当作作物的营养素 在被雨水带进水路中 美国中西部的异常豪大雨 疑似在农地冲掉更多的营养素 让它们进入密西西比河顺势而下 淡河林造成海湾的藻类大量生长 这些藻类最后便沉到海底和分解 分解的过程用进了海水中的氧气 使海洋生物无法在这一带生存 死亡地带通常是暂时性的 在秋冬就会消散 但低氧或缺氧区对某些物种的影响 却可能是永久性的 有研究显示 这已经影响到鱼类繁殖 也妨碍虾类生长 对作物营养素制定用量限制 或许是可行的解决办法 但要再超过25周实施 可能就有难度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